据史书记载,慈禧死后,嘴里含着一颗夜宁珠,重4两2千7分,相当于现在其187.28克拉的钻石。 在1908年,其价值就高达1080万两百银,相当现在的八个亿。 1928年,孙电英带领手下盗取了慈禧的灵墓。 全国上下愤怒讨伐,孙电英为了保命,将这颗夜宁珠送给了宋美玲。 但是宋美玲看不上,只把它当作装饰品镶嵌在了鞋子上,八个亿的装饰品啊。 后来在美国时,被美国大亨洛克菲勒买下,现在还珍藏于其家族博物馆中。 下期给大家讲宋美玲的顶绿麻花对着。